欢迎打开卢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 爱丽塔 战斗天使 Alita Battle Angel 开门见山的说 这部电影问题蛮大的 但是又摒除那些剧情上面的问题之外 这部电影真的超级好看的 改编至日本漫画家 牧城杏仁的《冲梦》 这部经典的赛博庞克作品 由詹姆斯·克麦隆监制 同时他也参与剧本的创作 原本这部电影也是要由 他自己这位铁达尼浩 还有阿凡达的超级大导演 自己指导的 不过由于阿凡达续集的工作耽误到 不得不将这部电影的导演工作 交给了现在的Robert Rodriguez 他之前最有名的导演作品 是《万恶城市》的两部电影 还有《小鬼大间谍》系列 主演的有 Christophe Watts Jennifer Connery Mahashallah Ali 以及演出主角艾丽塔的Rosa Sarada 故事叙述在好几个世纪之后的未来世界 地球上的人受到了空中城市 薩雷姆的统治 大部分的人则居住在地面上面的废铁镇 某一天 一位伊德博士在垃圾堆当中 发现了艾丽塔的头颅 他在博士的改造修复之下重生了 然而也要面对他遗忘的过去 并且用他身上强大的战斗能力 去迎接新的挑战 在台湾大年初以零点上映的这部电影 算是诸年的第一档新片 我非常非常的期待 我也第一时间就去看了这部电影 影评在看完试片之后 口碑都相当的不错 但是我自己看完之后 则比较接近烂番茄网站的分数 这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日本漫画改编作品 有着非常惊人的动作场面还有特效 画面给人的感受真的非常的强烈 很久没有看到这么给人震撼的电影了 里面主角武打戏的部分真的非常的爽快 整个世界观也非常的完整 可以说是顶级的特效技术 但是在剧情内容上面 对我来说就真的是一部不及格的电影 整个电影观看的过程 我就是一直哇哦哇哦 然后不禁就皱起眉头 啊 甚至到最后的结尾 对我来说都是非常的普通 甚至是有点无聊的 不得不说我相当的喜欢爱丽塔这个人物 她是一个来自未知的少女 有着强悍的战斗技巧的人造人 更重要的是她拥有剧中那个世界 已经很少的爱心 同理心等等的人性 她很直觉的就会去对抗任何的邪恶还有霸权 她不是一个喜欢袖手旁观的人 这让她很特别 她到后来仿佛是一种救世主的形象 可是在她身上还是有太多的谜团没有解开 在电影看完之后 我们对她这个主角的了解也还是很少 Rosa Sarada的演技还不错 可以看见她赋予这个角色的性格 不管是弱小或者是强悍的那一面 可是这个角色是用CG建立出来的 主角强大的意志力和情感 我觉得还不够 爱丽塔特效后的脸上还是少了一些细节 整部电影要讲的东西其实很多 但也很凌乱 你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故事 这个剧本可以讲的东西其实很深 它可以成为一个影异杀手一样的经典的存在 但似乎导演只讲好了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被低估的女孩子 从垃圾堆里面被捡回来的这个女孩子 怎么去挑战颠覆这个世界 其他你说人和机械的分别 人的价值 什么是人性等等的哲学问题 这些故事的内容 都被淹没在这个乱七八糟的故事里 这部电影不无聊 它其实相当的有趣 只是故事剧情跟画面上面看到的内容 相比之下相当的平庸 就算有Christophe Watts 的演技 他在机场戏里面表现的真的很棒 也没有办法把伊德博士 这个角色和主角之间的关系 那个复杂的情感让我们感受到 角色的情感和故事都是充满了断层的 我在看完电影之后去研究了一下 《臭梦》的内容之后 尤其是1993年OVA的版本 基本上电影是以这个版本做改编的 我觉得还是有西方人和东方人之间美学价值上面的不同 造成这部电影在剧情上面是一个不痛不痒的状态 剧中几个角色的死亡我觉得是最大的关键 我觉得东方人是很着重美化为了自己的理想而求死这件事情的 可是对我来说电影没有做到这一点 因此那股悲凉感就没有出现在结局的上面 整部电影的最后显得十分的尴尬 又没有要把这个故事讲完 又没有要传递观众什么样的讯息 我还以为是在看饥饿游戏耶 整体卡斯上面是成功的 除了克里斯托弗瓦茨给了我们一个普遍级的伊德博士之外 我喜欢珍妮佛卡拉利的牵连 不过总觉得这个角色好像是从景田身上抢来的一样 年轻的男孩雨果这个角色形象上面非常的可爱成功 不再是原版瘦弱的日系男孩 而是还秀了一下身材的眼睛糖果 跟主角爱丽塔之间的爱情故事我个人觉得有一点点突兀 但如果你用漫画动漫的角度去想可能还蛮合理的 这部爱丽塔战斗天使大致就是这样 如果你用一个王道的战斗漫画的角度 用一个看七龙珠电影的角度去看的话 它非常的好 动作还有人物设定上面都非常的令人过瘾 但是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剧本很瞎 故事脉络很破公式化的剧情内容 如果有续集我觉得真的需要换一个导演 作为一个商业爽片来说 我觉得这部电影的节奏感也让人觉得怪怪的 要交代事情有点多而且没那么有趣 比较适合追求画面特效动作场面的观众 它真的是把一些动漫动画电影的动作场面变成了真人版 特别推荐给也想要在哪里捡到一个少女回家的你 我看了是2D的版本 可能看完3D的版本之后 会把这个评价再往上调也说不定 艾莉塔战斗天使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还有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钮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时间知道我上转影片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再按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比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掰掰